昨天晚上忙不到九点半 都把这些缸里添上水了 这一宿就衬下去这么多 这一缸这个石头是最沉的 所以说这个白菜被压下去也是最狠的 一点点的就把白菜都压里头了 压下去之后还点添新菜 还点接着整 这又整了四个缸 昨天忘说了 腌酸菜最主要的就是这锅里不能有油 一点油都不能油 就是这缸里头 像咱们炒菜平时那个锅就不行 除非你刷的特别干净 一点油都没有 这个白菜一沾油就废了 如果这缸里头有油 那个酸菜就会烂 就是吃不了了都白腌了 这为止是隔壁 这位是鸟里的一辈子 再来烂 这位是鸟里的丝里的丝里 看你头会被吊给了 头都进去了 继续用小推车推带 咋的菜叶的也有老的呀 不是 它老的要吊 要吊还不行 要一按一下就吊了三片 这大的就给它切开 切成两半的 往里去白菜 这大一颗 这不用再加那个盐了吧 不用 压回来把石头 搬过两瓶吗 都一样了 这个钢怕漏 老爹准备给它鼓上 拿铁丝 有点裂味的哈 对 这边 看到了 都有点裂了 这都时间长了呗 这钢都能多少年了 十了年应该有了吧 十了年 那是特有 太有了 这钢都在二十年了 三十年我要有点油 三十年 我天哪 这么时间长 这么长了 你为啥 这钢有的钢 在咱富尔住 没有你的时候 他们就用 那你奶奶时候还用不 哦 岁数真够老的了 这就是压酸菜的时候 怕在钢边崩开呗 对 不用点就行 要不是啥时候 有时候人不使劲 就是加白菜 啊 白菜已经快没有了 还有这一钢 验这些 这小屋已经裸满了 看到吧 这地方都没有多少了 急急叉叉的 这一直点烧水 这边来两钢 这还腌了两钢 然后还有这儿 好好腌啊 妈 要流流水在那边 躺起来 嗯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